好 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云桌的a716啊 我们是用的a716 没有a716pro a716的话 我们把机打开 a716的话 它这个天线的话是2.4g的一个天线 然后它不管是突传了 还是就是说它的一个遥控器啊 速传了 基本都是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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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2.4g天线 然后a716的话 还有16个通道啊 通道有16 然后采用了一个是一个7寸的一个高晶高晶显示屏通道啊 基本就是我们面板上是所看见的 那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它的后面 后面呢 它支持一个这个是PPM PPM的话可以支持一个教练机的一个 可以支持一个教练模式吧 然后呢 一个网口 然后一个type-c口 然后还有一个usb口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插内存卡 可以插内存卡 然后 这就是我们的 这里面的一个 它有一些拓展的一些口子 好 然后它的话 充电的话 充电的话是用这个type-c type-c的话 最高 它好像是支持18瓦的一个快充 它这个电池的话是 它这个电池 两万毫安时的 然后电压的话是在4.2V 供电 像是ES电压嘛 像是ES的一个链电池 然后它的一个工作频率啊 工作频率的话是2.4G 2.4G 然后那工作频率2.4G 然后 嗯 这个的话应该也比较重 有一 有一千零几十克好像那样子啊 千零几十克 然后它的一个工作频率 嗯 还有它的一个功率 工作的一个功率 发射功率 是 20dB 还有23dB 两个支箭 这个主要用于的话 就是一个 呃 一个FPV 飞行啊 还有一个航拍 FPV 一个安防嘛 然后还有一个消防 呃 一个电力上面的 我们的一个巡检 这主要感觉用了最多 用了最多的话 感觉基本上都是用在巡检上面 或者是FPV 然后有的用户他 自己搭载的一个相机啊 或者是 云台吊舱什么之类的 呃 直升机上面啊 或者是固定机上面啊 或多船机上面呢 车船上面搭载的一些图像设备啊 我们可以通过它 然后进行一个回船啊 一个控制 然后进一个数据链的一个 数据链的一个传输吧 然后我们这个飞机的话 像因为我在用在4加2加4加2加上 我用 在那个吊那个云台上面 那上面我用到的是 呃 控制飞机的话 我是用了这 这四个通道 这四个通道啊 一个是x1 y1 x2 y2 我是用了这 这几个通道 然后还有的话 飞机上面还有用的一个通道是swe swe 可以 我这边设置的是5通 这个是5通 然后这边是1通 2通 3通 然后这边4通 然后这边4通 嗯 1通 1通副业 2通升降 3通方 3通油 3通油门 4通方向啊 我是用了这几个通道 然后其他的通道的话 我是设置成的一个控制云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716的一个助手 然后这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手型的一个切换 我习惯了日本手啊 所以在这里切换一个手型 然后一个多量查看 多量查看的话 这个地方啊 我现在是日本手 我动了三通是油门啊 三通油门 然后一通是负业 一通负业 作为一个x2就是负业 然后这边4通方向4通方向 然后二通升降 然后五通的话 我是设置的是一个模式的切换就多选页 因为飞机会来玩一降偏呢 我可能就是对它已经有接管 我拨一下模式就可以接管飞机啊 然后 这个sw2的话 sw2我是设置的16通 这个这个通道的话 我设置的它的一个应用是在 呃 云台上面 云台上面 向上向上是切换拍照和 嗯 录像的一个模式 好 到中间 比如说向上 再破一下是不是是拍照 再向上是是 录像好 切到我现在录像的模式了 向下 然后回到中间 它就开始在录像 再向下 它就停止拍照 它就停止录像 然后我再向上 好 切换模式 切换的拍照模式 我向下播一下 拍一张 再向下拍一张 好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sw3 sw3呢 我设置了18通 设置了18通 然后 这个是一个放大和缩小 相对于就是放大和缩小的一个功能 放大和缩小 比如说我现在锁定了一个目标 感觉跟着那个车 我就把它放大 放大 放大 然后它就可以进行 进行一个自动对焦 感觉对焦不行的话 或者你闲得太慢了 你可以在这里 sw4 sw4人为的进行一个变焦 人为进行一个变焦 感觉变糊了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再播一下这个 放大和缩小 它会自动给你进行一个变焦 然后我们的ak43和y3 相当于我们是控制的一个云台的一个转动 向前就是我们的云台向上 然后向后拉的话 就是云台头朝下 然后向左向右 基本都是它的一个转向 比如说我们锁定目标 可能需要动一下 然后 然后这几个通道的话 我们是没有动它的 这里也没用 这些通道 我们是没用 然后云台这上面 这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云桌的一个地面站 云桌地面站的话 它也是一个开源的 也是开源的 相当于支持我们开源的一个飞控的一个连接 开源的一个飞控连接 然后这个 我们相当于要用电脑 连我们麦新盆单的地面站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上面的wifi给它打开 把这个链打开 这个打开 然后我们电脑进行一个地面连接 连接它的一个wifi 然后进行相连 它也是个wifi速传 它是一个wifi速传 然后我们地面站也可以监视 这上面也可以监视 这上面就是它云桌的一个地面站 它自己改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地面站 然后的话 这下面我们是一个视频查看 但是我们现在没通电 通电了 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 一个视频查看 还有一个对频 我们现在这个第一个已经对了频道 高级参数 高级参数的话 一般我不建议进行 就是我们用的话 我们就因为基本上给调好了 所以你的确是要用的话 的确是要用的话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进行一个配置 比如说这个配置 进行配置 配置 比如说像sw2 为什么我把它配成是16通道就可以 比如说sw2 我可以把它配成其他通道都可以 就是1到16通道 我们都可以进行sw2 是可以把所有通道都给它配的都可以配 就是1至16 随便配哪个都可以 我们就高级参数的话 高级参数的就是有需要才进去 没需要的就没必要进去 比如说我们加的是加了密码的 好 然后它的一个接收机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运作这个接收机 这个接收机的话 它已经图书控一体的一个接收机 图书控一体的接收机的话 它的一个电压的话 就是刚才供电 我们现在是我供的是12伏 似乎它因为它是支持一个 电压还是比较宽的 好像是7.7伏的样子 7.2伏支持到72伏 所以说它的电压基本上是很宽的 然后它的一个重量的话基本很轻 就是基本上100克不到 100克不到 然后它的一个工作频率的嘛 和这个遥控器的工作频率是一样的 和这个遥控器的工作频率是一样的 跟工作频率的话是在 20dB 它的一个工作功率 就是发射功率 是在20dB和23dB 然后这边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线 这个的话 我们是我们的一个速船口 我直接这边插到我们速船上的 速船上的 然后 嗯 速船 这直接插到速船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S-BUS就是控制遥控器的 遥控器的 我也 这边 我直接有个S-BUS口 我这边有一个S-BUS的 然后我直接是插到这个非控制的S-BUS口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高清线 高清线 高清线的一个插口 然后这两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线 我们的一个天线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通电 现在我们听见云台的一个 通电的一个 都启动 一个是非共启动 一个是云台的启动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安全门打开过后 我们才能控制云台 好 安全门打开 那我现在这边 H16助手 看一下视频查看 这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现在在 看一下对面 这个我现在动的就是 X3左右平移植 左右平移植 然后我现在要向上一点 对着我们这个窗户护栏 进行一个变焦 放大 放大 放大完了它会自动对焦 那我们会自动对焦 我们这边可以看见 我这边我这边挪一挪 好 好 我们可以看得见 这边我对着马路对面的一个窗户栏 好 然后比如说现在 我现在这里是录像模式 录像模式 现在回到中间 我如果我要拍照的话 我就向上播一下回到中间 好 现在已经是拍照模式 然后我现在sw2我向下 再向上 再回到中间 好 拍照完成 然后可以可以再拍一张 回到中间 完成 然后我现在再切换模式 切换到我的一个录像模式 录像模式 然后现在这里已经显示录像了 然后我再再进行一个 再向下 好 视频已经在录制了 视频在录制 好 已经录制4秒钟 然后我让它暂停 那可以录制好的问题 一定要回到中间 然后再向下 回到中间 好 已经暂停录制了 那我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录制 然后呢 我再进行拍照 再进行录像 在录的过程中 我回了 我下掰了过去回到中间 然后在录的过程中 我可以左右移动 然后进行一个放大 因为这是 那个落地窗 可能有点感觉 有点模糊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变焦处理 自己可以人为进行一个变焦 比如说你现在 那我拿到变模糊 然后人为变焦 不想跟它快速回到自动对焦 就拨一下放大 直接就是人为的 它就自动进行一个 呃 对焦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边我们是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是没有这种物的 那我们 已经现在已经放到最大了 放到十倍 基本上已经放到十倍了 对焦的话就是自己人为的 可以点对焦 你感觉模糊的话 不行 你感觉自己人为 就是对你自己对模糊了过后 你可以点拨一下这个sw3 就是让它自动对焦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遥控器控制云台的一个 几个通道的一个介绍 好 谢谢大家